今天中午有两位居家隔离 跟染疫者居家隔离者他的邻居 他的邻居 邻居 邻居 然后他的邻居在桃园 就有一家很有名的叫软体系统开发公司 然后这一家公司有一些东西是委托客运 委托客运 就是国外往来的货机 我的意思让你明白 抱歉 因为我不是防疫指挥中心 我只能根据他讲的提供一个意见 请大家参考 一切发言以防疫中心为准 那他的的确确是他们的邻居 我也稍微查了一下是他们的邻居 可是他好比说机师跟这个邻居 这个邻居 邻居这个邻居找到您是不是 跟您讲这个事情 应该这样子讲 他是透过我的朋友 他透过我的朋友找我 然后我来看他的号码 因为他有打过来 我来看一下 他的电话号码 那我不能公布 他的是好像是0970开头 所以他打电话跟你讲这个事情 对 他先透过我的朋友跟我讲 然后那我的朋友来问我 电话可不可以给他 我说那你给他 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好 那这个邻居是跟染疫者 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他们的公司委托 委托这一家 这个机师 他们的航空公司 到芝加哥 然后到其他地方 他们是卖软体的 他卖软体 然后就是说我讲的 这个邻居的的确确 是跟板桥之间 是有地缘关系 因为他现在是在隔离状态 他是在隔离状态 他跟板桥之间 的的确确是有关系 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讲以后 他自己讲 他说未来像南港 文山 中山 中山等这些地区 他说不排除 还有其他地方 因为他们隔离者 现在几乎 几乎都在那个热区的范围 就是说这个热区的范围 大概大家通通都知道 就是好比说 你以板桥 那个热区方圆500公尺的地方 所以他是直接了断跟我讲 他说他到底有没有来 他现在在防御旅馆里面 他还没检查 他还没检查 因为陈时中今天讲 还有几个人 他们是事发之后 27个小时以后 才把他们送到防御旅馆 因为他有跟 这个祭司的邻居都有接触 OK 那这个传播链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侯友宜刚刚讲的那个 因为他是中午跟我讲 但是侯友宜那个时候 他还没讲这句话 侯友宜是开记者会的时候讲的 但是他讲在侯友宜的前面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各位去问一下 热区地点的三家诊所 最近有没有人去看 咳嗽感冒发烧等等那些 那我下午 我特别跑去稍微看了一下 三家那有两家呢 这个这个就是休息了 就是不看诊 那换句话说 这个趋势已经扩大了 这个趋势绝对扩大 所以我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就是说陈时中他敢这样子讲 然后呢 我刚刚上节目前 我又看了蔡英文脸书 他还在讲高端 他说你们赶快去打 最好打 他说高端不必预约 如何如何如何 各位自己去看那个蔡英文脸书 那是免费的 那是免费 看完以后不用按赞 也不用按哭脸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打两剂 然后呢我也稍微查了一下 韩国打BNT啊 或者其他方面的疫苗 是一到三天 新加坡是三到五天 我们是从二号进来到现在 要到二十三号打 那为什么要拖二十三天 不知道 二十一天 就是莫名其妙嘛 因为那种疫苗 已经打了几亿人次了 那你卡什么 然后其他疫苗通通不讲 讲的都是高端 蔡英文脸书 各位自己去看免费的 那我不骗引述 各位去看看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理解到 两件重要的事实 那这一次呢 从机师这样子过来 因为他的传播链 其实在做疫情调查的时候 大概县长你也应该非常清楚 通通都在那个防御旅馆 那你可以跟他视讯嘛 那你可以跟他视讯 那你去过什么地方 见过什么人 然后那你旁边如何如何 我跟你讲 那我跟你讲 上次三加十一怎么出来的 一个是住在台北的复兴南路 台北的复兴南路 一个呢是住在和平东路 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的破口出来 因为都在大安区 你要知道大安区是哪一个人的选区 范云嘛 过去范云在大安区选过 对不对 选过立委 好 OK 上次破口是从这两个地方出来的 那这一次的破口 应该重点 重点是说 是从桃园 然后邻居开始 然后慢慢向位扩散 因为他们认为 他已经十四天 他检疫出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嘛 就 对不对 就是说我 那我跟你是幼子 跟你王佑正 那是邻居 对不对 OK 我已经检疫出来了 那我呢 就是送个小东西给王佑正 哎呀 你看你都没有事了 就 就那个住在隔壁 大家关系都 都那个非常好 但是是没有想到 那个是 Delta 没有想到呢 那他们呢 又 又 上上个礼拜五 从上上个礼拜五到那个 到上个礼拜五 各位有没有发觉 你台北市的车子特别多 很多啊 对不对 通通塞车 通通塞车 好 那他们呢 就 就有一些 就是出去玩 然后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呢 他的家族应该是在 文山 土城吧 是不是 文山 文山啊 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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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啊 家族 就其他的家人就对了 对对对 住在台北市 对 所以呢 他们是透过了这一些 都有一个沟通联络 但是详细的状况 他说他也不太清楚 他现在是在隔离中 他还在等待那个检验的结果 所以他呢 就是下午 他就讲了这一些以后 那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那我尤其是到热区去 稍微看了一下 飞弹捷运站 那有消毒 而且那个附近周围的 也有消毒 然后呢 新北市的幼儿 是有一个团体 他们上面都有赖 那他们现在都 一而再 再而三地呼吁 就是说这些安亲班 或者不在编制内的 或者是当时候的造册 而被延后的 他们现在也尽量的 跟这一些所谓 又叫老实讲 你们能不能赶快去打疫苗 因为这个我插个话 我插个话 有话哥 我昨天有讲过 我们家有人是开幼稚园的 那这个我们家也有 跟我同辈的人 在家人开的幼稚园里面工作 各位 他也是被造册的人哦